为提供复理箱地方创生青年创意发想及行销的工作空间 复理箱成立制造农村实验基地及涅共用办公室 并在29号傍晚接牌启用 将以农为基础的论述而发展 这档徐中尉受邀出席 除了对计划主持人钟宇恩的用心培育感到肯定之外 也期免透过共享办公室开创更多有趣的农村市 为了提供复理箱地方创生青年创意发想以及行销的工作空间 复理箱成立制造农村实验基地以及涅共用办公室 并在29号傍晚办理接牌启用 将以农为基础的论述而发展 县长徐中尉为受邀出席 除了对计划主持人钟宇恩用心培育在地人才表示肯定之外 并其免透过共享办公室能开创更多有趣的农村市 传统的农村或者部落 让它不断的不断有重生 或者是有新的元素加进来 让它更有活力更有生命力 而不断的传承 人家说严谷与创新 传承原来的旧文化 而让它转化成蜕变成新的文化 我想这就是现在地方创生 无论是地方产业能够三生一起来 徐正会接着感性地说 感谢所有伙伴投入社区改造 从中发现地方人 地方事 地方物 并串联抛光一颗颗闪亮的明珠 让地方社区看见自我的能量 地方创生是这几年来 从105年到现在不断的不断的在推动的 而且是现在的省学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的青年返乡 或者是新移民移住到花莲的青年人 有对于花莲有不同的念想 也希望跟这块土地能够来做链接 所以也能够让这块土地 因为不同的人来到土地上 这个地方 然后让他产生 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最后徐正会 其免不同领域的人才 未来共同参想 以建立共识 发享创意行动 并汇聚公司部门的资源 建构地方创生的愿景 记者高松双福利乡 采访报道